1913年,18岁的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,与毛泽东成为同学,结为挚友。 1918年,她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创办了《湘江评论》。 为了探寻中国革命道路,1919年12月,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,学习并翻译了上百种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。 期间,蔡和森同国内的毛泽东等人通信,第一次提出,要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。 从中啊,她就得出啊,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。 1921年12月,回国不久的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1922至1925年,蔡和森长期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《向导周报》,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,总结中国革命经验。 她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,中央宣传部部长,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。 1931年因叛徒出卖,蔡和森被捕牺牲,年仅36岁。 在迈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上,我们应该把蔡和森同志这种革命精神赖化于心,外化于心,从来产生前行的动力。 1931年因此,蔡和森华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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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